以 1962 年戒嚴時期的台灣作背景的電影返校 9月 20 日在台灣上映後, 首日票房已超過 450 萬港元 至於何時輪到香港有得看呢? 早前其實有開過粉絲專頁, 說在 10 月 17 日會上映 不過無奈, 專頁刪除了 而此是因為故事中的政治元素, 令香港的上映遇到問題 雖然很多人都說政治歸政治, 藝術歸藝術 但作為導演監製的李烈, 就說從來沒有想過要政治歸政治 他說雖然政治無所不在, 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但在這部電影中, 正式都只是故事背景 重點始終都在於人和感情的部分 電影原作遊戲返校, 之前都大受好評 不過遊戲公司赤竹今年的新作《還願》中 一張習近平小紅為利符, 令赤竹被中國封殺 兼遊戲在各個平台都要下架 所以現在在大陸, 一切有關電影返校的消息都遭到封鎖 暫時都無法見到相關影評及介紹了